好 現在大家很關心的議題 就是是不是又有颱風要生成了呢 我們來看到目前在旅宋島附近的 熱帶性低氣壓 其實最快在今天 就可能會成為今年的第20號颱風 坦美 而氣象鼠他們也預估 未來它往南海的方向前進 可能性是最高的 但是外圍環流 還是會為北部東半部地區 帶來大雨 那特別要看到幾個時間點 就是在禮拜三的時候 會是它影響的關鍵 而到了週六 週日 它其實會是最靠近台灣 也最影響到台灣的 不過好消息是 因為東北季風在週末的時候 它就會減弱 所以說產生共辦效應的機率 也會跟著降低 那麼對台灣影響 有可能會稍微變小一些 車站鐵軌被水淹到消失不見 火車只能停在鐵軌上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將基隆北海岸大臺北山區首當其衝 如今不只東北季風 海面上又要有颱風生成 目前它所處的環境條件還算不錯 所以也預估可能在今天就有機會發展成 颱風的一個情況 至於它未來因為它是慢慢地以 比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也預估在二十四 二十五號之後呢 其實它整個環流是比較靠近我們台灣 若颱風生成將會成為今年第二十號颱風 譚美 雖然目前它預測路徑在呂宋島附近 往菲律賓方向前進 但也不排除它會靠近台灣 加上東北季風南下有沒有可能產生共辦效應 二十四號之後其實它路徑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打它往北一點點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碰觸到我們的警戒範圍 海上的警戒範圍 不過至於在禮拜六 禮拜天 對台灣的影響會是如何 還是取締於它未來的路徑 這還是有不確定性 不過也是提醒大家 至少東半部地區降雨的情形 一開始會是比較明顯的 氣象鼠說準潭美在週末對台灣影響最劇烈 但颱風過近時東北季風減弱 雖產生共辦效應紀律低 但萬維環流仍有好雨發生機率 提醒民眾得先做好防台準備 華視新聞 方廷楊超成